我們目前是採取公開招標 的確擁有資格的廠商相對比較有限 但是我們就是依著公開的程序 去做這個招標跟委外的動作 所以有議員如果在過去提到就是說 這個沒有人處理 這個會產生這個問題 他的論述是錯的 我們目前已經把這些飛灰載上卡車運離基隆 這些擁有強烈帶傲心的飛灰固化物 不用埋在七堵啊 不用埋在馬林坑啊 就是不用埋在我們家嘛 所以我認為我在整個政策過程的 處理的一個心境跟這個處理的原則 我是很願意來跟議會的所有的先進 大家一起來討論 如果大家覺得要重啟BOO 如果議會真正做成一個決議 而且通過 我們也會依議會的決議通過 來審慎評估 但我不保證我一定就會來做 基隆市焚燒後的垃圾底渣以及飛灰固化物原本都送到七堵 公司以促餐案經營的最終掩埋場 不過基隆市政府決定不續約 把底渣以北北基陶互助互惠方式運到桃園處理 而飛灰固化物則以公開招標送到高雄處理 基隆市議會質詢這個議題時 在地七堵區的四位市議員也各有看法和建議給市政府 目前基隆市政府與永勝的合約已經到齊了 那因為沒有續約所以原先七堵各零禮的 未使用完的回饋金保留款也已經都歸零了 那針對各禮原先的補助款 請問謝市長環保局這邊有要補給我們七堵人嗎 還有先前謝廣良市長有提到 在我們馬林坑BOO最終處置場這邊 未來會規劃成富裕公園 那將土地轉換為公園綠地 請問環保局目前在馬林坑BOO最終處置場的這一片土地 未來的規劃為何 我們環保局這邊已經有在著手了嗎 我們林市長在的時候 已經有提出五次申請以及證照 以及證照經過財政部行政院都函數可以同時BOO可以申請 可是給他拖了五次退了五次都不同的理由 我想政風市應該好好的查一下 五次影響到人家的權益 在不是農業的重鎮選在現在的永勝公司的土地 然後請他幫忙 所以一直延續到現在 說實在的 一個土地那麼多的放在那邊 成本效率我們也要幫他算一算了 這不是他幫他講話 現在整個運作來講的話 一前期當然是對我們金融市的 我們垃圾檔的優惠 那其他的他當然要彌補一下 不然怎麼營業 今天有一個大塊放在那邊 放在那裡 銀行生利期就好了 何況整個要運作 說實在在前朝裡面 發生了不管是 我們行政業環保署新的政策 規定下來 我們市政府在前朝沒有一個幫他們處理 每次擴廠爭區區一樣 所以受到處分 也是他們公司自己要來承擔的 為什麼給永勝才一千七 然後外縣市 我們現在重新訂約是兩萬五 其實這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就是用金錢去換取我們的環境 如果今天沒有用兩萬多 去招標的話 這些垃圾就永遠會放在七土 放在馬林肯 而且灰灰固化物 灰灰也埋場 或許有些議員還不知道 灰灰是灰灰 然後底紮是底紮 底紮跟灰灰固化物是兩碼式 剛剛局長有提到 灰灰固化物它 含量的代澳性非常高 如果不發兩萬多塊錢 往外縣市推的話 這些東西永遠會放在馬林肯 放一百年以上 以後七土區周遭很多的 子子孫孫 都是要去承擔這些污染 這個開口契約如果說這個部分 可能是我們市長你是不是為了談判的一個所謂的鋪陳 如果說這個開口契約是不是所謂的就是不開口 就沒有工作項目的一個契約 是不是這樣子 應該是吧 如果是的話 如果我的觀察是沒錯的話 是不是隨時可以終止 沒錯嘛 如果說是隨時可以終止 我一定本席一定是非常肯定市長 你這個對這個談判的整個鋪陳 這就是你跟永勝談判的一個籌碼的布局 在市府還沒有跟永勝公司繼續合作前 至少揮渣他不會留在基隆市 所以我希望說大家不要人云亦云 道定途說 機非城市被既得利益者牽著筆子走 因為我講真的 我們一位同仁可能對一些細節都不了解 我相信市長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一個市長 市議員在議事廳裡面質詢提出不同的建議和看法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位 最後做成決議 包括市政府沒有跟原廠商續約 需將垃圾焚化抵渣運到外縣市處理 額外負擔龐大經費造成市庫負擔 市府應檢討列入下次大會業務報告 而下次報告也包括水洗飛灰廠執行計畫 再來現有抵渣暫置在天外天垃圾場 恐怕延伸環境污染問題 請市政府提供該場域安全防護計畫 市議會會擇其會堪 另外市政府應該謹速公布與其他縣市互惠機制 以免引發垃圾大戰 至於原廠商申請以及許可營運計畫 市政府應明確回復依法行政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